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Hailey 先說說今天這壇夜線 你是和年輕樂隊合作的嗎 我這次很開心可以和The Hurst一起演出 我很喜歡他們很久 他們又活潑又趣怪 歌曲很有能力 之前阿聰也有和他們合作 我很喜歡他們 我拍劇的時候他們開演出 其實我死定一定要去 誰知我那天真的去不到 我都派阿聰一定要去看 回來告訴我 所以這次我們在這個演出 撮合到 都很著弱 我們已經在想玩些什麼好 有些什麼令到樂迷都很驚喜 覺得我們的合作很過癮 所以我自己很開心 他們也很開心 阿聰和小孩都會來 希望他們也來 因為九月尾這些時間 應該都可以一起出席 我想他們來看我威威 剛剛開學都沒有什麼做 剛剛開學的心態都是 新的一年 新的開始 都是要一些新衝擊 希望他們來這個音樂會找到 那你什麼時候就自己開演出 我真的在籌備 是啊 所以很多人問我 無論是主辦方 還是購買者 等著買票的朋友 或者有些很久不見的朋友 他們都先問好 即是更新電話 看看你有沒有改 感覺到大家都有一種民心所向 我也很開心 我是在籌備的 都跟大家說 我籌備中 有消息就告訴大家 會不會打算找回姜姜華債 即是嘉賓那方面 很多選擇 是的 很多選擇 嘉賓那方面 我都希望想想想 因為我這幾年 都幾年沒有開show 經歷遊歷了一段日子 都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樂壇也有很多 新臉孔冒起 很多我都很喜歡 所以如果來到演唱會 我都想邀請一些未合作過的人 一起來到我的演唱會 分享一下我們 大家怎樣 分享舞台 就是 還有LoLo 你的女兒 是最喜歡的 是啊 我女兒喜歡跳舞 所以她是特別欣賞 Lo跳舞 即是認識英雄 總是英雄的感覺 我覺得是 她想好像我一家三喉 是啊 不是 是我鼓勵她 因為她看到LoLo 害羞 我便鼓勵她 拖著哥哥拍照 就令到她拍到一張 這麼具歷史性 紀念價值的照片 她很開心 我同事還曬出來給她 超開心 貼在家裡很大張 小小張的 她要拿出街 好像是銀包 對 要給大家看看 Hello Anson Logan 禮物給同學 真的 哈哈 她開學了 我女兒都開學了 不過我女兒都真的 認真跳舞 因為她暑假大部分時間 是 參加了很多 跳舞班 我想她一個月 一個禮拜 是有三四天都在跳舞 這方面不算是遺傳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都不太喜歡跳舞 遺傳 也遺傳阿聰 我猜 阿聰也是 她是運動型 兼且 她也是跳舞的 但她現在這個年紀 就無謂了 我覺得 我們都是靜態一點 好像有新歌出 對 說起阿聰就要說一下新歌 因為新歌跟她很有淵源 很快我就派新歌 這首歌是我今年的生日禮物 因為 簡直是生日那一天 誕生的 這首歌 跟我同一天誕生 話說 我們生日其實 我們已經一切重拣了 真的很靈性 覺得生日都不需要太多物質 只不過在家裡吃飯 怎樣吃完飯 我看到她 靈感如全勇 在電腦面前 瘋狂寫歌 而且唱得很難 很難 我就覺得 可能有歌手找她寫歌 因為她近年很喜歡 量身訂做 就是為一些歌手 去做適合她們的歌 做得很好 我以為她突然間 有些急order 這麼認真 突然扯著她 我聽了 我沒有想什麼 突然間差不多12點左右 我就收到 電話的一個 訊息 是一首歌 我就聽 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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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情 好有經歷 好聽 的一個旋律 我問她是給誰 她說 送給你的 原來她剛才 弄了這麼久 她弄了一首新歌 送給我 她說 其實沒有 我們近年都不流行 生日禮物 但今天很想送一首歌給你 那我就 啊 覺得這麼好 這首歌 而且真的感動 這首歌的旋律 裡面 有很多質感 是很 令人很 很感動 那一陣子 就跟小黑 聊天 講開 阿聰的另一首歌 叫日漠西山 日漠西山 是說兩個人 和鞋白手 走到生命 日落的時候 是很感人的 我跟她說 很感謝你寫這首 這麼好的歌 真的感動到我 我開車廳的時候 我幾次都是 一邊開車一邊哭 很感動到我 那她就覺得 我們大家都見證 對方的成長 就是看著你們 結婚 生小朋友 那些朋友都很喜歡 跟我說這些 那我就會跟她說 其實 一段婚姻 就不是福平浪靜的 總有一些經歷 那我現在對婚姻 都很有體會 如果有人會結婚 你知道現在不是 人人都會結婚的 就是追求愛情的人 他可以只追求愛情 就是如果追求一些關係的人 可以只追求關係 但是仍然會相信婚姻的人 我都很想祝福他們 我覺得婚姻的確是 是有那種力量和神性在裡面 所以如果有人會結婚 我都很想和她分享一下 就是婚姻未必是風平浪靜 但是靠兩個人的力量 希望你們可以一直走下去 一份這樣的祝福 小客說這個可以寫在那首歌上 他很快就寫了這首歌給我 就叫做 成婚破浪 成婚就是成功的成 結婚的婚 破浪 希望大家成家立室之後 就一起 好像開著婚姻的小船 那樣 向前面的風浪 進發 大家一起走下去 都是寫得很好 我唱的時候都很觸動 今年生日發生 幾個月前 我三月生日 現在就做起了 那會不會是你那頓飯 你對她做的什麼 她突然間再這樣禁止 我懷疑是不是我特別溫柔 真是個人 就一如以往那樣 那天可能她覺得 在生日的一種 即是氛圍之下 她特別觸動 那樣 又是我覺得 一對夫婦一定是 已經經歷過很多次 大家的生日 結婚周年 你生日我生日 節日 可能有時候會麻木了 但是 有時候就是這樣 不小心有一些東西 一下子 又可以 又燃燒一段日子 所以 希望這首歌也是 即是在婚禮當日送給 這首歌我覺得很適合在婚禮唱 因為平日很搞笑 有很多婚禮會請我去做嘉賓 他們會想聽《起貼街》 《起貼街》其實只有名字是喜慶的 《起貼街》其實 其實 是講一段感情的終結 曲中人散的感覺 但是我仍然會覺得 知道大家很喜歡這首歌 我會盼著大家對這首歌的熱愛 都會尊重主人家的心意 我喜慶這樣唱 但是我經常都在想 如果我真的有一首歌是 在婚禮裡祝福大家 那就好了 大家都一樣那麼喜歡的話 我希望這首歌成婚破浪 都會成為大家的喜愛 最後最後 是否很多年都沒有送 複雙送生日禮物 沒有的 我們現在很靈性 想不到今年那個靈性 去到這麼有靈感 我都不驅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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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的 啊 大家好 我都會手上的 有餵奶 很漂亮 很濕 哇 不得了 Kate也有這裏 不是我來 是相片還是不相片 好 機身身在這裡 要得到 喂 甘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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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好多數位給我買 不好意思 我的話 甘薩也要來買 我也會吃 甘薩出來 甘薩了 甘薩了 會不會啊 這段時間我來做姐妹 因為這裡有新歌出來 一會來聊 對 好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謝謝 請大家訂閱、留言和讚好 V1HK的Youtube頻道 再跟我們IG和Facebo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